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怎么欣赏古代宋人这个经典的着品 出水浮庸图和这个叶荷花图 还有那个我怎么在生活里面观察大自然 写生创作我的着业风雨 这张经典的着品来说 它经典在哪里 首先画画来说 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构图 它这张画的构图来说 是全个中心在这一点上 所有的都上这几方面 这是构图的一个取向 它里面牵涉到最重要的一个是形 造型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意 首先讲这个造型 它里面是几个凹进去的三角形 一个两个不等边的三角形 这几个形形成了这朵花里面 它一种非常美的一种造型 这个美的造型 它不是纯客观地写生过来的 我每年都去看荷花 拍过上千万的荷花 但是来说 我找不到一朵荷花 有这么完美 所以这个宋元小品来说 它不光是写生得来那么简单 它是经过写生观察 然后木析心迹 把它主观地跟客观地一个结合 很完美的一个造型 它这几个造型里 你看这两个花瓣 一个小的 这个是荷花生长的规律 它这个小花瓣在底下 然后来说 这个长的 一长一短 形成这两个造型 这两个花瓣 一个在底下 一个是转过来 形成另外的一个造型 这几个花瓣的造型 都是有变化的 但是它没有违背 这个荷花本身的这个造型 规律 它是对生的 这个对生的 而里面这些造型 形成了它非常优美的一个外形 这几个外形来说 它没有一个三角形式重复的 而形成了这一个外形以后 这朵花就非常的完美 完美以后 它这个连棚 本来是很呆板的 用什么方法让它不呆板 就用这一块的花瓣 把它在这里 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一破 这个连棚 它就不呆板了 它这个花园 是围着这个花心来转的 它这个转来说 它里面的一点两点 键里面两点 它里面的对称里面 叫不对称的美 在键里面体现得很充分 这个也是我们到目前 审美里面 这个视觉审美里面 这种平面构成里面 都感觉它非常完美 就是说 这个非常符合这个花的生长 就把它人工处理了 里面的这两个花园 跟这三个花园的这种 对称里面 叫不对称的美 这个也是 进入当代艺术里面 这种审美 另外本来是很呆板的 三个盒盖 它安排得非常巧妙 这个来说长的 这个中间的 这个短的 这两个密点 这一个斜边的三角形 这种的形的处理 让它非常有这种排列的一种美感 但是来说 它不呆板 它更绝的一点 就是说 在一张画里面 就表现的 就一朵花 一片大叶 一片没开的小叶 这片大叶来说 它里面的画面的分割 这块的面积是最大的 这块中间 但是它一个反叶把它破开来 这里面一块三角形 把它这个花 衬托出来 这个荷叶 完全按照 它的生长规律 但是安排得非常巧妙 更绝的是 这一块没开的叶子 这个斜边的形 一穿插 就形成了感觉 这张画非常完整 看一朵荷花 让人家感觉到 它整个荷塘里面 开满了荷花 这就是 送画里面这张画 它一个非常经典的 在里面的处理 它更厉害的一点 就是说 经过了这么多年 它的颜色保留得 非常的完美 这里先看 它这个颜色的处理 它这个来说 红花 配这个绿叶 从色彩上来说 是补射 而这个叶 它这个灰 它是一个高级的灰 是灰绿 这个砖已经变旧了 所以整个背景来说 是处于一种 暖的调节 所以来说 这个整张画 色彩上非常的协调 它这种协调来说 就显得很 庸庸华贵 就不俗 因为来说 红花配绿叶 就容易俗 而它在这张画里面 不俗 所以它这个高明的地方 就在建立 就很多人在说 红花的时候 都说它是大自然里面的一个节制花料 在我的观点里面不是这样 红花里面的小品 它已经是经过了画家 这个主观跟客观的一种完美结合 以后牧师心迹把它画出来 所以刚才它这个花的造型 到它的色彩的处理 都是非常的完美 所以它成为一个经典 就是说画一朵花 一片叶 一个半开的叶 这样的一个构图 后人来说还没超过这张画 所以这张画成为一个经典 上面讲第二张画 刚才我的观点就是说 宋人小品 它不是简单的绝绝花料 在这张画里面 这张叶和花图 就看得很清楚了 因为来说我祖上是八大式花炉 从小在这种种花的环境里长大 这种花是南方的一种花 我花园里面种了好多 旁晚就去摘这个花 它放到床头 然后来说晚上它就发出悠悠的香味 这种它是晚上才开的 发出香味的花 但它这种花来说 一个鞠干上来 它只能够最多 不超过三朵花 这个我从小看了很多 都是一个鞠干上来 最多就两朵花 怎么也不会超过三朵花 但是它在这里面 一个鞠干上来 有一朵 两朵 三朵 四朵 五朵花 这个是作者经过大量的观察以后 他为了这个画面的处理 牧师心机以后 把它很完美地表达出来 所以骗了好多的人 先来说它这张画里 你再看 它这个把一个花 从花蕾到盛开的花 在一张小画里面全画出来 这也是非常让人家感觉惊讶的 你看这个是一个小花蕾 这个开了一丁点 看见一丁点白 这个开了多点 看见两个地方有白 这个大半开了 这朵是盛开 就是说它在一张小画里面 这个花蕾 花蕾到盛开 整个形态全在一张画里面表达出来 这也是宋人小品里面 这张画是非常有代表的一种处理方法 从构图上来说 我们都知道不等边的三角形构图 是最完美的一个构图的一种方式 它把两个主要的花 放到王金分割的地方 两个大的白 这个中间白放到这个地方 一个一丁点小的白 放到这里 视觉上来说 这个三点白 它形成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 所以这个构图来说 它就非常美 它这个构竿一出来 把它全部撑得起来 这个靠什么 这个就是靠里面的古法用笔 中国话里面经常讲到的六法 其中第二法就是古法用笔 这个古法用笔上面还要慢慢讲 是吧 首先来说 它中国话这个为什么那么注重讲古法用笔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东方艺术是以现表现为主的 这个西方艺术是以面表现为主 它这个线就起到很关键的骨架的着用 所以古人把它叫无法用笔 它里面这几个花的造型来说 它非常的写实 这种写实也是经过它主观的安排 把它放到非常的巧妙 里面的这种一个弯的 一个树弯的这种的安排处理也是非常的美 有一点东西是更厉害的一点 就是说它的空白的安排 刚才前面一张话说了 这张话里面说的这个空白的安排就更巧妙 就是说大空白 中空白 里面的这些小空白 每一个空白的安排都没有重复 面积都不一样 这里面就是要艺术家反复推敲处理 但是反复推敲处理以后 它又没有违背这个花 这个月纸的这种对生 互生这种生长规律 虽然说是非常的厉害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上颜色的时候 这张画就以一个绿的颜色去处理为重 很巧妙地放了一丁点这种碱石的 在这些物业上面跟这个树干的这个碱石 这个是一种敷印 这种敷印来说就显得它冷暖的一种对比 经过连带这个砖都已经变得旧了 这种旧的颜色跟这个树干更协调 所以来说在临摹的过程中 经常有学生在问我一个问题 说是这个底要不要临 所以来说在建理来说就顺便说 就是说在临摹的过程中 要两种处理方法 这个是最好的 就是说以前的老先生教我们 都是首先临一章 就是说不做底的 要就是把主体临出来 它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把看你的功夫做到位没有 就是说你里面的分眼的功夫 勾线的功夫做到位没有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另外一个就是要做把底也做出来 为什么我主张在临一章做底的 因为它这个大自然里面 天然的艺术家这种加工 让这张画里面它更显出一种无雅 无朴的一种味道出来 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沉淀 一种积累 显示出来的一种美感 而且来说它这个底的颜色 跟这个树干 跟这个枯叶的颜色的这种吻合协调以后 就变成大面积的暖调 衬托出这个绿调出来 这个绿就更好看 所以在这张画里面 它显示了宋人的这种画画的 这种审美的能力 跟他这种智慧是非常的高明 洞原小品里面的那个荷花 那张荷花的形象太完美了 在我老袋瓜里面 一直深深地打下一个很深的烙印 所以来说荷花每年都去看 但是来说一直没有洞笔 没有洞笔的原因 一直没找到自己的一种感觉 经过多年的这种去观察 大量的写生 但是一直还没有搞成一张自己满意的创作 就是因为里面那张荷花 那种美感 一直在老袋瓜里面深深地打散 很深地烙印 来到北京第二年 跟朋友约好了第二天去看荷花 因为听到广播上说 因为听到广播上说 泄岛的荷花开得非常好 约好了第二天去 刚好那天晚上挖了一场大风雨 大风跟雨把荷花打得怎么样都不清楚 第二天去到那里一看 惊呆了 整个场面是以前看那么多荷花 从来没看过的 就是荷花被打得凋谢了 乱吃芭蕉了 那个荷叶全倒下来了 但是它那种精神没有倒下去 荷干倒下去了 荷叶还是在往上面涨 这种不去不劳的精神 还有那种荷花 那种残缺的美 深深地打动了我 大家都知道 就是画画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点线面 它里面这些线条 倒下去以后那种组合 又是另外的一种美感 这种美感跟挺立 我在刚才介绍那个宋元小品 那三个荷干的往上生长 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来说 它在底下倒在水面上了 还往上面延伸上来 这种不去不劳 还有一个就是这些落的花瓣 跟它这个花的造型 又是另外一种美感 这种美在我以前来说 看了那么多荷花 都没看过的那种美感 这种美是一种残缺的美 它也是一种很坚强的一种美丽 我就选了一个角落 把这个荷花 雕下来的几片 感觉特别美的留下来 把几片特别美的留下来 其他的基本上都在画面上省略掉 这个在写生里面特别要注意 就是说要把对象感动你的那种精神 要表达得更加完美 因为它这个被风雨打得生下的残河 它给我的感觉是一种残缺的美 残缺的美它不需要太多 在画面上几点 就已经表达了它曾经的美丽 现在已经残缺了 但是它依然很美 大家看看这几个水鸟 它这种排列有序 也是在生活里面体验出来的 它的羽毛主要的画法 还是一个分眼 就是第一步是把它里面的 这些骨架勾出来 里面的结构 用淡沫把它画出来 再用浓的沫 把该种的地方再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 里面主要还是分眼 分眼到一定的时候 里面再一根一根毛的 细细地把它吸出来 这个就是鸟的一个画法 这个就是鸟的一个画法 这个白的颜色在前面画了以后不够 在后面再拖一下 这也是一个方法 这个来说主要的作用就是跟这几个鸟的一种符印 也是在构图上所说的密的跟这种书的一种对比起到一个秤陀的作用 在画这张画的时候呢 想了很久 一直在老袋瓜里面酝酿了半年 半年以后来说突然间感觉来了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把这个砖 原来是生的砖 要先泼这个淡的墨 这个淡的墨为什么要泼 当时来说那种水的感觉就不是很清晴的感觉 它是有点浑浊的 要画出它那种高雅的那种感觉出来 就泼很淡的墨 这些淡的墨用泼墨的方法把它泼出来 泼出来以后这个砖干了 干了以后呢就把它用浇繁水做熟 做熟以后就用这些有点颤颤抖抖的线去勾这些核干 因为它这个是经过风雨的洗礼 这个河干沟的用笔 跟鱼网沟的那种很挺拔的用笔是有区别的 这个荷叶来说 在画的过程中就参考送人小品的画法 但是在里面进一步的按照自己的感觉 去把这个水线留得更加清瘦 因为这张画很大 如果像送人小品那样不留水线的话 那这个荷叶就变成一块湖了 因为送人小品是在近距离去观看这个画面 而这个大的画它需要一顿距离来欣赏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张画来说实际上来说用的方法就是一个分眼 这些叶子是分眼的 这些花也是分眼的 这些鸟也主要还是分眼 就是用一个分眼的技法把这张画完成 就是说绘画来说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第一个艺术来说它是一个是艺 一个是书 书就是技术上的问题 艺就是虚赏上的问题 一定要虚赏上的一个高度 然后在整体修养上的一个提高 在画面表达出来的一种情感 它才能去感动自己 也感动别人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明天再见 明天晚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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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